今天在直播怎么不吃烧烤了 今天直播停水了 我怕那老板菜没洗呢 这样的 那海鲜会不会没洗 那海鲜应该不至于吧 今天来尝一下直播的海鲜自助 风拙会 先买单再评价 三个人多少钱 1107 一个人369算 哇 最悬眼的就是这一块了 看看这龙虾有多大 珍宝蟹 还有松叶蟹 这个应该是不能直接拿的 这个是怎么分的 这就是剪成一块一块 就是咱方便来煮 好的 不限量的是吧 这都不限量 只不过一次来就是限次分 好的好的 到点了师傅就在这边剪螃蟹腿 排队取 先偏了西班牙火腿 烤榴莲 这一块是海鲜 主要是贝壳 哇 这什么贝壳 贝壳垫都好大 鲍鱼也很大 在资博烧烤肯定少不了 铁板牛排 太好了 哇 这牛肉看上去也可以 雪花非常漂亮 还有现切的牛肉 战斧羊排 铁板小青龙 海鲜肠肠类蛮多的 这一块是刺生 哇 这个金枪鱼可以哦 三文鱼看品质还不错 水果有新鲜的椰子 简单先吃一桌哈 渐渐淡淡 丢得一串 369一位 看了一下菜品确实很多 但是有几个比较珍贵的东西要排队拿 师傅应该跟我一样是单身 手速蛮快的 这你都知道 源源不断的在那边排队 在那边捡螃蟹 小七龙开始是吧 这是红龙哦 对 红龙 红龙是排队拿的 吃海鲜制作 我强烈建议大家刚开始先不吃海鲜 先吃点东西暖暖胃 榴莲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他们家三五鱼其实还可以 怎么说 好吃 榴莲不就烤地瓜的味道吗 全是肉 它这榴莲好大块的肉 看这个三五鱼 底下还可以啊 这一块鱼南部分太爽了我去 三五鱼南就香了 我感觉我榴莲已经回了100块钱的本了 昨天才吃烧狗 看这个红柳大串 这边的羊肉串真的香 新鲜的肉 开始吃海鲜 三文鱼走一波 这三文鱼看得出来质量可以 就是刀工不是很到位 边角料剔的不是很干净说实话 但是肉是好肉 熟了 有香 有香 你不用蘸料了啊 还是你没打蘸料 原汁原味才好吃 能吃出来三文鱼的油脂香 是蒸点三文鱼 甜虾的质量也有亏 你看头里面有紫的 甜虾最完美的打开方式 哦 哦哟哟 甜 看看这金腔里的纹理确实 但是感觉这个设置不是非常的好 可以 可以啊 嗯 红龙 红龙在自助餐里面比较少见 一般用的都是波龙跟小青龙 但是一旦出鲜的绝对是冰鲜的 或者冰冻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肉有点绵 因为这个在市场上的话 起码是200多块钱一斤 甚至300多块钱一斤 出鲜在自助餐的话绝对是冰冻的 这个肉汁确实不太绵 不行 哈哈 三四百块钱的自助餐 也不主要吃上波龙虾 基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看它的质量程度怎么样吧 这个算是 比较一般的 哈哈哈哈 它肉还是挺满的 但是就是像这样 没办法完整的取下来 都是松散的 这种就是冰冻的稍微久一点了 很胖吗 红烧肉配一个鲍鱼 好大一块红烧肉 你助餐冤肿了 你赔钱货 谁吃助餐吃那么大块五花肉 这看上去很好看 好不好吃 劲儿 好吃啊 嗯 我也搞得好劲 哈哈哈哈 这也是配件货 我知道羊排吃了会很腻 但是看这个样子我真的没冷住 好吃吗 好吃 哈哈 你要去拿了 哈哈哈哈 我吃的那一口很多 很多油 但是不会很腻 真的 刚才拿的松叶蟹 给的料还挺多 下锅煮 大方他们就排队拿大波龙了 我看了一下排队的人太多了 实在不愿意等 看一下这个鳗鱼 鳗鱼白色的肉 说明是比较新鲜的 哇口感非常好 很软很嫩 真的没有一点腥味 日本的麦鱼好好吃 来一个 花椒汤 金黄金黄的 这松叶蟹也差不多了 哇 看这个肉质还是OK的 嫩出花了 嗯 好吃 能吃到那口鲜甜味 特别嫩 看这钳子够大吧 肉眼可见的鲜嫩 它这边是按时间来 搞这些食材的 刚开始是松叶蟹 后面是龙虾 最后面好像是珍宝蟹 现在就在排龙虾 大方去了好久还没回来 排队的人太多了 肉很多的 放个回来啦 这龙虾 可以咱 这龙虾 我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展示完了吗 看他把肉 给你搞好了 说完了拿回来 排队排了半个小时 开玩笑了 这是 没感情了 好大的大虾呀 是不是青岛大虾 新鲜青岛大虾很坑 那不我们明天去盘一下 可以 明天去青岛菜市场 看一下可不可 海鲜差不多了 咱们来煮火锅 开好壳的生蚝 够大吧 嘎嘎补这个词了 我怕受不了 哦 我怕受不了 不正点了 这边竟然有洋肚菌 这个放到汤里面就有提鲜绝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牛肉的品质 还可以 有点和牛的味道 还可以 哦 大胖走了 这龙虾还行 好 谢谢 诶 你是不是动了我龙虾 我没有 我动你龙虾干嘛 我刚才龙虾都不是这样摆的 老板这个人这么 这么紧了吗 还做记号 哈哈哈哈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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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的没有去排小青龙 哎呀 你口水我不要 我没有 哈哈 哎 兄弟们 看下这个龙虾 这么大一坨的龙虾 哇呀 这肉看上去还可以 嗯 嗯 确实还可以 再来点牛肉 哇 这家的 整体确实可以哦 嗯 369 海鲜挺多的 然后熟食种类跟做法什么的 都蛮好吃的 确实值得推荐 自博的海鲜自助 OK的 哈哈哈 兄弟 拜拜 谢谢